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走进新东方的网络课堂 在75课的课文部分呢 我们频繁的出现了一个语言现象 这个语言现象本身并不难 但是由于呢 它的表达的顺序 跟我们中国人的汉语啊 有着比较大的差异 所以呢 今天就这个语言现象 我给大家做一个强调 希望大家关注 并且渐渐的通过我们熟读课文 倍速课文 养成语言上的一种语感 一种习惯 为我们今后进一步的深入讲解 其他知识点 作为一个铺垫 打好基础 那么之前呢 在一节课里面 我们专门给大家介绍过 借词和其他词的搭配 大家是否还记得 借词后面一般 如果接词的话 我们会接什么样的词性呢 对了 借词一般后面 只能接两种词性 要么我们接名词 要么我们接代词 那么这是我们之前 早就已经学过的知识点 今天呢 给大家加一种说法 请大家记住 借词后面加名词或代词 这个结构啊 是我们英文当中 特别常见的结构 为了方便今后的教学呢 今天我们把这个结构 给它起一个名字 我们管它叫做 借词短语 大家记住 借词短语 以后呢 我们再上其他的英语课的时候 如果老师在课堂上提到 同学们请看一下啊 这个借词短语 我们应该能够马上反映出 它说的是什么东西 那么借词短语啊 我们之前很多课文里面都出现过 比如我们曾经看过这样的句子 叫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 那么这个on the table 就是借词短语 再比如我们还看过这个句子 there is a boy in the room 那么这个句子呢 也是一个普通的VLB剧情 屋里面有一个男孩 很明显in the room 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借词短语 另外我们课文里面还出现过 what is in it 那么这里边的借词in 后面接的是代词it 从而构成借词短语 那么大家知道借词短语这个概念以后呢 我们就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借词短语在句子中它的身份 换句话说它的功能 我们说一般来说啊 借词短语啊 在句子中经常用作地点状语 而关于地点状语呢 之前我们也给大家提到过 我们在课文里也见过 我们说一句话的地点状语啊 在句子中最常见的位置是放在句尾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表示 对那个地点语气上的强调 你可以把它放在句首 这一点跟我们曾经反复提到过的 时间状语 在句子中的位置是一样的 比如曾经我们在第69课 就见过类似的句子 there is a car race in our town there is a car race in our town 很明显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借词短语 in our town 那么这个借词短语在这个 there be句型里面 它充当的就是地点状语的功能 所谓地点状语大家也不用想的太复杂 其实啊它在一句话中就是表达地点的 这么一个概念 除了这个句子以外呢 你看我们在本课当中75课 我们还见过 she bought them in the US 很明显in the US也是借词短语 那么它在这里面发挥的任务 也是地点状语 总是在告诉你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 或者是这个动作发生的地点 但是呢 借词短语除了做地点状语以外 它是否还有其他的功能 比如我们简单的回忆一下 在73课 也就是上一课我们给大家在课文中见过一个句子 那个老夫人问路 她问一个人叫做 Can you tell me the way to king straight 这里面大家看到了 to king straight 就是我们所说的借词短语 to是借词 而king straight 国王阶是名词 那么看到这样的借词短语 大家想一想 它在句子中充当什么语法成分呢 很多同学啊 经常第一次看到这个句子 不加思索的会马上想到啊 这个借词短语应该充当的是地点状语 因为国王阶是一个地点 那么如果你要这样判断的话 我们说就有问题了 这个借词短语在本句话当中 不充当地点状语 那么它充当什么呢 大家记住 这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要给大家强调的 它在此充当的是定语 我们已经有好长时间 没有谈论到定语的概念了 不过关于这个概念 我记得曾经在11课和35课 我们都是给大家提过的 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 什么是定语呢 对了定语啊 就是对一个事物或人起到一种限定 这么样的一种功能 如果这个世界上啊 这个东西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我们往往就不需要定语了 但是呢 我们世界上的很多事物啊 都是同类 但是呢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物啊 它往往不只是一个 比如拿手机来说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部手机的话 我说手机坏了 那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说的是什么 但是我们生活中 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 所以当你说手机坏了 那么这就比较奇怪了 那我们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部手机 所以此时啊 我们很可能就会需要一个定语 比如我们在第十一课 给大家介绍的名词 所有根pure s的形式 如果大家忘了的话 可以再回去看一看十一课 在那里面我们就告诉大家 名词加pure s 其实在语法中发挥的 就是定语的功能 比如我们第一个结构 Mary's Room 大家应该还记得 玛丽的房间 这里面有一个名词叫房间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房间的话 我们一说房间怎样怎样 相信大家都知道说的是什么 但是我们有很多房间 所以你说谁的房间呢 所以此时我们提到这个房间 必须要有一个限定 而这个玛丽加pure s 就对这个room起到了一个限定的功能 所以我们说名词所有根pure s 它就是一种定语 Mary's Room 同样自行车也有很多 当我说toms bike 汤姆的自行车的时候 此时toms就起到了限定 或者是起到了定语的功能 这是我们当时最早给大家介绍的定语的用法 后来呢 我们在三十五课 又给大家讲了名词所有格的第二种形式 也就是off的结构 大家应该还记得 有一天我手里拿着一张照片 我会告诉你 This is a photograph 这是一张照片 那么照片有很多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张照片的话 你是不需要限定的 但是如果我要想进一步的说明 这是什么照片 我恐怕就得加一个定语了 而在我们三十五课给大家介绍过 如果那个做定语的名词啊 是没有生命的时候 我们往往得把它放在被限定的词的后面 而且我们不应该用ps 应该用off的形式 于是就变成了我们这句话 This is a photograph of our village 这是我们村庄的照片 很明显这个村庄的其实就是做定语 在限定照片 看到这大家是否已经想起了定语的概念了呢 如果您想起了定语是干什么用的来了 您再看一看我们这个句子 相信大家就应该明白了 那么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名词 我们这个名词就叫way 我们大家都知道世界上的路啊 有很多很多 除非世界上只有一条路 否则的话 当你问路的时候 你必须得加一个定语 去哪的路呢 Can you tell me the way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有一天你在外面问路 你把那个to 后面那个king straight去掉 只说到way 我相信没有人知道您想去哪 先生或女士 我要问一下 Excuse me Can you tell me the way 你能不能告诉我那条路啊 别人自然就会问你 您要去哪的 如果你依然很固执的说 Can you tell me the way 别人会再次问您一遍 您要去哪的 如果你依然再次重复 Can you tell me the way 那么您和对方之间的交流 恐怕就难以再进行下去了 所以我们说 今天啊 咱们这句话里的to king straight 作为介词短语 它应该做那个名词way的定语 但是有一点特别需要 给大家强调的是 你会发现英文中的介词短语 经常充当定语的功能 不过作为我们中国的学习者 我们一定要记住 当介词短语 在英文中充当定语的功能的时候 它必须要放在被限定的词的后面 这个是跟我们汉语习惯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中国的定语啊 我之前讲过 基本上都是放在前面的 在现代汉语当中 我们不太可能出现一个定语 放在被限定的词的后面 而英文呢 它的定语有的放在前面 当然了 这个我们中国人很适用 但是大家不能忽略的是 英文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定语 是放在后面的 放在后面的定语 要提醒我们中国学习者 要格外的小心 因为我们大家没有这个习惯 所以学英语啊 我们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您要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其次呢 你要把跟我们汉语不太一样的地方 通过反复的练习 最终变成一种习惯 那这是一个功夫 对吧 我们不都说吗 什么是功夫啊 功夫就是时间 所以你需要通过时间啊 反复的慢慢的把它变成 自己的一种习惯 您再说就舒服了 所以最后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下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介词短语在句子中 除了做地点状语以外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做定语 但是介词短语 如果在英文中做定语的话 必须要放在后面 那么我们下面给大家看几个句子 比如这个句子 The picture on the wall is very beautiful 大家迅速地拿眼睛扫一下 看看这个句子里面有没有介词短语啊 相信很多同学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了 On the wall在墙上 很明显它是一个介词短语 那么看完这个英文句子以后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然后你能不能用一个很自然的 很地道的汉语 把这个英文句子翻译一下呢 相信很多同学也能翻译出来 叫做什么呀 墙上的那幅画很漂亮 对了 你翻译得非常好 不过您发现没有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所以这个句子如果变成汉语来说出来的话 您很自然的就把那个On the wall 在墙上的放在照片的前面了 叫墙上的画很漂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原因就是我们中国的定语 无论大小都放在被限定的词的前面 但是您要记住 介词短语做定语是后制的 来我们请念一下这个句子 The picture on the wall is very beautiful 这就是一个介词短语做后制定语的例子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The man in the office is my teacher 还是大家马上找一下这个句子有没有介词短语 对了 应该是我们的in the office 在办公室里面 如果我们把这个句子翻译成汉语的话 我们应该说成 办公室里的那个人是我的老师 您看 变成汉语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的就把in the office放在了那个人的前面 但是英文介词短语做定语是放在后面的 我们一起再来念一下 The man in the office is my teacher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句子 I want the glass on the shelf 还是我们马上选定介词短语 应该是on the shelf 那么glass可以叫玻璃杯 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玻璃杯有很多 也许你去串门到客人家 你会发现他们家的客厅 或者厨房就有很多玻璃杯 但是当你要只说 I want the glass的话 那么别人就可能会产生困惑 因为他不知道您要的是哪个玻璃杯 所以此时呢 我们需要加一个定语 而英文中这个定语呢 它放在了后面 我们翻译的汉语可以叫做 我想要那个架子上的玻璃杯 好我们一起再来念一下 I want the glass on the shelf 下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英文中比较经典的句子 这个句子叫做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当然了里面出现一个生词就是indeed 这个词是一个副词 语气上比较强调 有的确的意思 那么这里面的need 我们知道有需要的意思 不过呢这里面的need 我们说它做名词放在了介词in的后面 很显然这里面的介词短语就叫in need 大家看看这个句子 谁能猜出这个句子 如果翻译的汉语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您一眼看不出来的话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把一些多余的结构拿掉 看看这句话中心思想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些结构安回去 首先我们可以把indeed删掉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把in need删掉 最后就变成了a friend is a friend 一个主系表结构句很简单 一个朋友是一个朋友 但是我们说这句话是不成立的 第一个它的措辞可能显得比较幼稚 那么第二点的话 我们有生活经验的同学大家都知道 你身边的朋友啊不真正都是你的朋友 关键时刻我们说身边的朋友呼啦一下一跑都没有了 如果您身边还留下一个的话 那么我们说您这一生应该不算白活 因为古人有一句话叫做人生难得一知己 所以身边围绕你的人一定是你的朋友吗 那可不一定 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需要把这个朋友做一个限定 什么样的朋友才的确是你的朋友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在第一个friend 后面加了一个indeed 这个indeed就是做前面那个friend的定语 但因为它是借识端语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了后面 字面意思我们可以翻译成在需要的时候出现的那个朋友 才的确是一个朋友啊 当然这是字面的翻译 我们可以稍微运索一下 这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 叫做患难见真情 好 那么我们75课课文里面呢 也出现到了类似的现象 比如说啊 我们还记得 do you have any shoes like these 这里面就有一个借识端语 我在课文里提到过 like做借识有像的意思 like these就是像这样 像这些 那么大家把这个蓝色字体去掉的话 如果你问人家店员 do you have any shoes 你们这儿有没有鞋呀 别人就会觉得很奇怪 你买哪双鞋呢 但是你加了一个like these 可能你手里拿了一双样品 那么别人就意会了 你有没有像这样的鞋子 大家感受到了吧 like these很明显 就是做shoes的后置定语 再比如我们在75课 又碰到了这样的句子 we have some shoes like those a month ago 这里面like those就是借识端语 如果把它拿掉的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一个月以前啊 我们有一些鞋 那什么鞋呢 所以很明显 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 我们需要给它限定一下 于是呢 我们就在shoes后面 加了一个定语 like those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 一个月以前 我们有像那样的鞋子 关于借词短语啊 做后置定语 在我们今后英语的学习当中 会陆续的 会越来越频繁的见到 大家一开始可能不太适用 因为我们中国的语序 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 越是不适用 大家又要去关注它 当你有一天 把这个变成一种习惯的话 第一 你再说这种后置定语啊 特别是在口语中 就会变得很自然 第二点呢 一旦您适应了 有些定语放在后面的话 等我们到了121课 再给大家讲那种 非常长的定语从句的时候 大家接受起来 相对就会比较容易 好 这就是今天75口语法部分 我要给大家强调的重点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